每到中秋前夕,四维高中观光餐饮科都会举办四维行三好送月饼传爱的活动 7号上午同学们在校长蔡忠和以及观光餐饮科主任江东荣的带领下 前往了名誉里,带着利用在地食材所制作出来的月饼 分享给社区长者以及原住民家庭享用,也吃到了同学们的爱心 花莲四维高中今年三好日恰巧碰到中秋节 而每到中秋前夕,四维高中观光餐饮科都会举办四维行三好送月饼传爱的活动 这次结合了烘焙课程,制作中式蛋黄酥月饼 让学子亲身体验制作中秋月饼之外,也跟社区长辈们一起包装饼礼盒 这场活动让同学们学习到时时敦亲木铃,时时要关怀社会弱势 学校的一种产学的合作跟社区结合,是学校一直在做一个推长 因为现在学校其实也是社区化,不仅说民运社区,还有我们花莲地区的所有的社区 我们都希望有机会这样来做一个合作,那也刚好有给他们一个服务的机会 学校一直很强调品格教育,然后落实三好运动 三好运动就是存好心,做好事跟说好话 他们在做叶饼的时候就是存了一个好的心 那在做叶饼的时候就是在做好事 他们也是讲到说要来民运社区里面,他们都很高兴 大家互相鼓励 看着孩子们,他们不只包着面线 他们的面线不只蛋黄,不只红豆沙 还包着他们的爱心在里面 在这里呢,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民运社区就跟四伟高中是一个大家庭好不好 好 冬秋节快乐,谢谢,冬秋节快乐 谢谢 四伟校长蔡忠和表示,学校推行三好校园 让学生将所学的食物技能与三好活动做结合 而观光餐饮科配合节日进行教学 是最可贵的学习经历 更期望孩子们能够学以致用 毕业之后能够回馈社会 实时心怀感恩,关怀身边周遭的人 借刘明胜花脸市报道